德国大众的狼狈吓坏了日本的三菱 但中国的冲击波才刚刚开始 大家好 众所周知啊 面对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出海这件事 整个欧美可以说是如临深渊 在美国带头搞起关税壁礼之后 西方各国纷纷出台了对华歧视性的关税政策 但问题在于 在欧美市场 你欧美确实可以通过关税作弊手段 避免本土企业直面中国电动汽车的冲击波 但是欧美的跨国企业 尤其是他们在中国市场布局颇深的欧美企业 就只能跟中国车企公平竞争了 结果如何呢 看看大众汽车的现状就知道了 据报道 德国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 当着25000名员工的面 承认大众陷入了困境 财务状况极度紧张 考虑可能要关闭德国汽车制造厂和零部件工厂 并准备打破不在德国国内裁员的承诺 很难想象在世界上出于霸主地位的大众汽车 有一天会如此狼狈 狼狈到要考虑官厅老厂来保证利润率 而陷入困境的原因竟然是因为大众汽车在中国市场利润下滑了 言外之意 大众的窘境是因为中国市场 不得不说啊 这锅甩的是真有些莫名其妙 大众在中国利润下滑 难道是中国市场的错吗 说到底啊 还不是因为大众汽车在往新能源汽车方向的转型速度 太慢了 导致了大众没有一款产品能跟中国国产电动汽车进行竞争 大众的利润率自然会下降 但这能是市场的错吗 明明是它大众高层过于保守的转型策略 中国市场可不背这个锅 只能说啊 德国它保住了本土市场 但没能保住德国的大众 贸易壁里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在竞争中导致它越来越落后 做个简单的对比吧 大家想想 美国卡中国芯片的脖子才不过几年 华为又失现了突破 中国电动汽车和电池制造技术可没有卡西方的脖子 西方到现在它还是落后的 问题出在哪里 那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难道是因为欧美人太笨了 而中国人太聪明了吗 我们不搞种族歧视 那自然不是人种的问题 就只能是制度的问题了 大众汽车的狼狈 日本三菱是看在眼里 急在心上 三菱总裁公开喊话日本政府 说中国的竞争对手太强大了 日本政府要赶紧想想办法帮帮忙吧 言外之意 无非是要日本政府也搞关税壁垒 但是说实话 日本政府恐怕是不敢搞贸易壁垒的 因为中国市场在日本车企海外市场的份额之大 也是可以决定日本车企生死存亡的 再加上中日的地缘关系紧张 日本车企要是搞关税壁垒 那等于是在给它自己挖坟墓 我只想说 中国车企出海的冲击波才刚刚开始 中国正打算加强与非洲的合作 等到非洲市场开发完毕了 中国的海外产业链更完善了 那欧美日韩又该如何自处呢 说到底是美欧西方自己先搞自由贸易规则的 现在我们中国后来赶上了 欧美就不承认自由贸易了 那就等着我们中国重建秩序吧 好 我们本期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再见 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